不死心就丢个脸再走吧 美英等十九国带头挑事 那么这次120个国家力挺中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上说 那么据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工作组 在日内瓦的万国公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了审议 那么这次会议有163个国家就中国人权状况发言 美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出所料的就又开始抹黑中国人权一事 老调重谈 以美英法日德为首的19个国家代表 在轮到他们的发言的时候 就呼吁要废除香港的国安法 终止香港和澳门对部分人权所谓的压迫政策 图雄避陷的是 有4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报告员 还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 要求撤销对乱港分子黎智英的指控 并且将其无罪释放 所以显然这一次又是一出以英美为首 针对中国人权一事刻意抹黑的拙劣表演 只不过这一次让美英等国感到尴尬的是 除了他们19个不怀好意的国家之外 剩下的一些国家 除了一些中立的国家 有120个国家都对中国人权事业 给出了一个积极的评价 路透社的酸气就直接溢出了屏幕 就声称这些都是中国四处游说的一个结果 不过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有120多个国家 中国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和外交资源去浪费呢 只能说现在很多国家都能够变明是非了 唯独美西方国家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其实不仅仅是英国媒体不甘心 美国和英国本身也不甘心 毕竟前不久这个乱港分子恶手黎智英 迎来了中级审判的时候 就属英国和美国的反应最大 美国不仅要求香港特区政府立即释放黎智英 还声称审判黎智英影响到了香港 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名誉 而英国就更搞笑了 到最后居然声称黎智英其实是英国公民 好像这个英国人的身份是什么免死金牌一样 不过呢结合这次的事情 包括美英两国在内也仅仅只有19票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那就是西方国家已经无计可施 来到了一个前驴技穷的地步 美英两国这么保黎智英啊 自然不是因为他们重情重义 而是因为这个黎智英身上的可利用价值 还没有炸干净罢了 那么多的先例摆在前面 等到没有利用价值了 第一个抛弃黎智英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这也能看出 随着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持续的进行 美西方国家现在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标嘴脸 是越来越掩盖不住了 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倘若他们自己真的关心人权 那么如今世界上很多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那么关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抹黑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